美國紐約的曼哈頓 缺在川普當選之後 發生首起的隨機殺人案 兇嫌橫跨三個不同地點 造成兩死一重傷 那前犯世銘五十一歲的男性 皆有他手中兩把刀 身上有血跡 也被拍下畫面 一次隨機挑人 先挑釁 再來爭吵 又揮刀砍人 調查人員在釐清他的犯案動機